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首相官邸发表正体中文字版与乌克兰同在声明 中国吉林爆出校园疫情校方施压 学生交叉感染 美国情报首长强调乌克兰没有发展生化武器 质疑二方假期行动的新方向 意大利废除出售军用五人机公司给中企的交易 好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今天进入第十六天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在俄罗斯接连攻占车诺比根 扎波罗热核电厂之后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又传出一座有实验性和反应炉的研究机构 遭到红炸 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透露 研究所内存有用于科学目的的放射源 那么乌克兰方指控了俄罗斯犯下 核恐怖主义行为 而且乌克兰跟车诺比核电厂 已经完全失联 好 昨天俄罗斯跟乌克兰外长 在土耳其谈判未果 乌克兰军方十号在推特贴出了一段影片 表示乌军在基辅东北部 部落瓦利炮轰了俄罗斯战车纵队 让俄罗斯急忙地转头撤退 那么乌军还称已经击毙了俄罗斯战车军团指挥官 安德烈扎哈罗夫 目前消息还没有被俄方证实 周四 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在土耳其进行谈判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 双方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谈判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后表示 俄罗斯没有停火意愿 也没有对安全撤离平民做出任何保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说 普京不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 乌方对此表示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了 双方都承诺将继续对话 周三 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布尔一家妇幼医院遭到空袭 乌克兰政府周四宣布 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遇难 至少17人受伤 俄军对妇幼医院的轰炸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周三 英国国防部在官方推特表示 俄罗斯确认在乌克兰使用了最受争议的杀伤性武器TOSEA TOSEA是一款火箭发射器 可以发射携带真空弹头的火箭 真空弹会瞬间消耗周围氧气 制造超高温环境 对受波及的射施和人产生摧毁性效果 真空弹的使用受到国际公约的严格限制 此前有图像显示 普京已经将TOSEA系统部署进乌克兰 而在地面战场上 俄军似乎继续受挫 乌克兰军方10号贴出一段影片 指乌军在基辅近郊的布洛瓦利 伏击了俄军的坦克车队 影片里可见雪花纷飞的天气中 一排坦克车接连爆炸 乌军称整支坦克部队被摧毁 乌军还向媒体展示了 在坦克里缴获的 俄军士兵身份证件 T恤 睡袋等物品 集中一辆坦克经过维修后 将重新投入战场使用 乌军还声称 击毙了这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曾获普京亲班勋章的扎哈罗夫上校 不过外界上无法证实该消息 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周 此前卫星图像显示 基辅以北长达几十公里的俄国车队 被爆因为补给等问题停滞不前 不过乌克兰军方日前指出 俄军仍没有放弃包围基辅的计划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目前已经有16000名的国际志愿军 从全球各地到乌克兰参战抗厄 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说 目前已经有数百名加拿大人 抵达乌克兰成为国际军团的一部分 那么新唐人驻加拿大记者李维 有更多说明 好的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的消息 目前有550名加拿大的志愿者 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加入到驻扎在基辅的一个军营 那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退伍军人瓦利 他曾在阿富汗服过艺 是前加拿大武装部队资深的狙击手 他表示说 义不容辞地要提供帮助 一周前他还在做程序员编程 现在他已经在乌克兰 要面对核枪实弹的战争场面 他决定参加战斗 却不得已错过了自己孩子的第一个生日 同时 帮助乌克兰招募国际战士的 加拿大前自由党议员 包里斯就表示 据估计额外还有500多名 加拿大的公民 申请加入了支持乌克兰的战斗 其中33岁的布莱森 是居住在加拿大卑诗省的厨师 2月27日 他就辞去了工作 准备购买机票 前去乌克兰参加战斗 我看了一些照片的照片 提供前往波兰的免费通道 我们在关心市场动态 美股因为通膨续创40年来新高 再次面临卖压 欧美股市收黑 那么台股今天是开低震道 中场卖压加重下跌超过了160点 跌破17300点整数关卡 台积电盘中是一度下跌1.8% 好我们再看到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马萨尔科技10号公布的 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了 乌克兰多个城市呢 被战火无情摧毁 购物中心被移平 工业区发生大火 民众呢在毁坏的道路上 排队撤离战争热点 乌克兰北部城市 切尔尼哥夫的一座购物中心 2月28号还完好无损 10天之后却被移为平地 这是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马萨尔科技10号公布的最新照片 卫星照片显示 切尔尼哥夫工业区发生大火 黑色浓烟冲天 9号和10号这两天的卫星影像 还照出乌克兰基辅州小镇 伯罗姜卡的住宅区满目窗移 城镇斯托阳卡的某座仓库建筑被炸毁 伊尔平地区受损的道路上 有长长的车队和人流要离开 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马萨尔科技在推特上也公布了 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 马力波遭俄军炮火攻击后的景象 乌克兰内政部长 莫纳斯提尔斯基10号表示 乌克兰境内目前有超过 40万平民被撤离 大多是从当前战区撤出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导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军力全输 不过乌克兰以刺针跟标枪 飞弹获得不错的战果 就民进党立委提案了 建议将教招科目加入刺针飞弹之类的 防空武器操作训练 那么国防部长秋果震今天表示 只要在科目内不用等到教招 至于除异者或是免疫者呢 是否可以参训 邱国震表示了除异者愿意回来 当然表示欢迎 但是不会做任何安排 而免疫者因为身体方面的问题 是不可能召毁 针对网路谣传 俄罗斯将关闭台湾驻俄罗斯代表处一事 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上午 回应指出了驻俄罗斯代表处 仍维持正常运作 那目前呢俄罗斯的卢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跟多数的常识的货币来进行结算 那另外呢他们规定也需要先报请这个俄国上官政府上官单位来核准 那俄罗斯这个政策呢其实主要是要规避国际金融的制裁 那试图要确保他们国内的金融的稳定 它并不是一个针对性的反制裁的措施 那有关网路谣传这个我们俄罗斯代表处被关闭 这是一个假的讯息 那我们目前其实驻俄罗斯代表处呢还是正常的运作 我们也没有接获到履居在俄罗斯的有关台商 有学生或其他国人 有反映说他们的生活或是就学受到严重的影响 所以如果驻在国或相关的这个奸侠国 他们因为天灾或人祸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的话 那我们相关注稳 他们就可以立刻的来启动这个紧急的应变计划 那提供给履居当地的国人必要的协助 来保障他们的旅外的安全 国际货币基金IMF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4亿美元的紧急融资后 IMF表示可能下调全球经济成长预期 1月时IMF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成长为4.4% 低于2021年的5.9% 高盛集团周四表示将关闭在俄罗斯的业务 成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首家撤出俄罗斯的华尔街大型银行 几小时候摩根大通也宣布跟进撤出俄罗斯业务 台积电10号公布2月营收1469.33亿元 较上个月减少了14.7%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7.9% 为历年同期新高 投资台湾事务所10号开会通过全家便利商店 斥资了168亿台币扩大投资台湾 全家计划在台中新竹花莲三处扩大部件大型的物流据点 预期完工之后将会为台湾创造超过两千个就业机会 新唐人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好 英国要送乌克兰全球最速飞弹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警告 俄罗斯债务可能违约 那么将会有哪一些冲击 下节新闻带你了解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计 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其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罕病边炎化 我们专注提供炎花协助 耗风生计 灌絮首创无浪板太阳能支架 多国专利防水设计 防水防锈抗电位插腐蚀 通过风动测试 可抗17级墙台 无需浪板散热加 省钱省工减少热衰节损耗 发电效益提高 投资者更快回本 应用广泛多元 台湾可申请补助 建筑整合太阳能首选 灌絮太阳能支架 如果花五个小时 可以让我的阿嬷维持健康 让我愿意花更多的五个小时 让所有人都健康 四处寻觅 终于在富含矿物质的浊水溪上游 找到优质梗蜜 层层筛选 历经数小时熬煮 将米粒中的营养精华缓慢释放 内除淀粉 保留米油 重现最单纯 最原始的幸福 用最诚挚的初心 回馈最亲爱的您 农米欲怒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俄罗斯军队向基辅推进约五公里 而最近的部队距离基辅东边 约四十公里 另外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宣布了 要提供塞马赫全球最速飞弹给乌克兰 十号美国卫星公司马萨尔科技 发布卫星照片指出 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部安托诺夫机场 附近的俄罗斯大型军事车队 分散后又重新部署 卫星照片显示装甲部队穿梭在机场周边城镇 除此之外 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一名资深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哥斯托梅利机场附近 向基辅推进约五公里 这名官员表示 基本上俄罗斯部队是沿着两条平行线前进 在这些线上 距离基辅最近的 是东边约四十公里的部队 另外9号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表示 将提供乌克兰新闻高速西带型防空飞弹 以保护乌克兰领空 这款飞弹时速是因素的三倍以上 在弹头爆炸前会分解成三部分穿透装甲 可以肩扛也可以车载 他也证实 三千六百一十五枚NLAW反坦克飞弹 已经交给乌克兰军方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也升级 英国表示将提供时速超过三马赫 全球最快的地对空飞弹给乌克兰 用来击落俄国战机 专家分析了这款飞弹的射程跟速度更加 加上英国自产的飞弹 在数量上可以增强 都有助于乌克兰掌握制空权 飞行速度是在超过三马赫比次争飞弹快 所以它在猎杀俄国的喷射机的时候 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它的射程比次争飞弹难得长一些 次争飞弹的最大射程大概在四千二百公尺 那星光系列的防空飞弹 可以大概最高七公里左右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跟次争飞弹形成搭配 藉由英国或美国提供的防空飞弹 它能有效控制部分的天空 就是所谓控制的部分制空权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俄罗斯没有制空权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派遣战斗直升机或是战机 来对守军防空滥掌 我想乌军最重要的反过头来的一个 对于俄国补给线的切断 也就是这是一个众生防卫的概念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面临国际社会多项经济制裁 已经有越来越多专家警告了 俄国可能出现倒债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十号就表示 俄罗斯今年恐怕面临经济深度衰退 债务违约不再是不可能的事 国际货币基金警告俄罗斯今年面临经济深度衰退 俄国发生债务违约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 MF总裁乔治艾瓦说不是俄罗斯没有钱 而是无法动用这些资产 外媒指出最快三月十六号 俄罗斯美元债券到期利息 需要支付多达一点一七亿美元 不过俄罗斯财政反击 如果银行拒绝解动外汇存底 俄罗斯将用卢布来偿还债务 所以当他本来是以美元计价的这种债券 然后今天改成用卢布来支付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达到违约的情况 所以对于债务的维持是 或者平等的信用平等维持是没有帮助 俄罗斯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是企业 所以他挤债的成本又变得很高 学者分析欧美主要国家 不太可能短期松绑外汇存底管制 俄罗斯在无法支付的情况下 债券恐怕面临信用降频违约 卢布资产也有巨幅贬值压力 其实我们看到是在军事上 可能美军的介入是属于物资的援助 跟资讯的援助 但在金融战上面 接管俄罗斯尝试以去美元化 透过中共当局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降低制裁力道 但实际上很难完全避免冲击 当然国际债权人金融机构 也将蒙受巨额损失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 对俄罗斯曝险前五大国家 意大利法国对俄罗斯曝险金额最高 分别是两百五十三亿美元 以及两百五十二亿美元 奥地利一百七十五亿 美国一百四十七亿美元 以及日本九十六亿美元 但这项统计并未列入中国银行业 对俄国的曝险部位 信品机构会谓周二一口气将 俄罗斯主权债信用平等调降六个等级 现在医生卫同台湾台北报道 好 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一份中共卫健委的内部文件显示 大量民众在接种疫苗后 罹患的白血病 那么中共齐力掩盖 受害者上访无门 我们来听听一些受害者家属怎么说 现在微信处里有好几百人 全国各地的好几百人都是这样的 接种完疫苗成白血病 离疫苗之前我还给妈妈做了区检的 它区检上面都是显示正常的 家住甘肃省九泉市的李军 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去年11月14日 在幼儿园打完第一剂新冠疫苗 后不久出现发烧特色的症状 12月18号打完第二针后 腿疼 眼睛浮肿 到今年1月症状加重 去医院检查 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我现在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看病 现在像我这种情况 我们医院现在就好几十个 好几十个爸爸都是这样的情况 包括症状 得的病都一模一样 大多数都是三岁到七八岁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三到十一岁儿童人数约有1.6亿 中共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 从去年11月1日起 对该群体启动疫苗接种工作 到11月中旬 全国已有8439.5万儿童接种了疫苗 李军表示 这些打疫苗后 罹患白血病的受害者及家属 组建了微信群 最开始是一个大群有五六百人 后来被解散 现在只剩下了二三百人 王龙十岁的儿子 去年12月4号打完第二剂疫苗后 于今年1月18日 确诊为白血病 尽管没得着 因为打疫苗 得外也病了 你说这就是可笑 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都在去聊天嘛 就说上访嘛 但是派生所内部打电话 那一次不让上访 说说违规这个打个蛋 这两位家长都表示 投诉无门 我们网上一发布 然后瞬间 他这个消息就被拼命了 打电话给当地疾控中心 当地疾控中心 他说去调查调查 结果我们现在全国各地 好多这些病友全部都是判定的时候 他有意思就是 你不打这个疫苗也会得白血病 我们这两天 在你省上打电话 他们说 我们当地的就没有 压根就没有给他们省上报 他们也不知道这回事 另一方面 一份从中共卫健委系统流传出来的内部文件显示 中共卫健委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打疫苗后 罹患白血病的群体 并将他们的信息通报给了19个省级卫健委 现在无论是李军一家三口 还是王龙的四口之家 都在为给孩子治病而到处借钱 从去年至今 在大陆社交平台上 时不时都能看到打疫苗后 身体出现问题的贴子 其中不乏罹患白血病的人 网友Avit Vivi去年7月15日贴文说 他爷爷接种疫苗后被确诊为白血病 网友陈立冰9月4号发文说 他自己接种第二剂北京科兴疫苗后 确诊为白血病 网友Tunes Mommy Rachel 今年3月3号的微博发文说 女儿进珠江医院急救 家住院已经有半年时间之久 本来健康阳光的孩子 因为响应国家号召 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 现在变成了一个 无法正常上学有病缠身的孩子 他才12岁 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至今 中共当局从未公布过 3到11岁儿童的疫情相关数据 而这个群体接种疫苗后 出现的各种副作用 重症和死亡数据 外界正是不得而知 新唐人记者李兰 特约记者布小华采访报道 我们再看到美国神韵艺术团 3月10号晚间 在纽约市启动了2022年的首场演出 36位纽约州议员发出褒奖跟贺信 那么同时宣布10号为神韵演出日 纽约州参议院临时主席 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新斯 在贺信中写道 神韵复兴5000年文明 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为观众带来美丽动人的体验 他代表第35参议院选区居民 宣布3月10日为神韵演出日 州众议院少数党联席会议主席 众议员大卫·麦克唐纳 在褒奖信中说 州议会特别为热忱投入文化艺术的人 感到自豪 自授予嘉奖令 祝贺神韵重返林肯中心 并宣布3月10日至20日为神韵演出日 众议员安基洛·桑塔巴巴拉 在嘉奖令中说 神韵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 中国音乐舞蹈演出团体 也是世界上唯一以纯正的 中国古典舞为特色的演出团体 每年都为千千万万观众 带来讯息升华与其低 36位州议员在褒奖和贺信中 还特别推崇神韵巡回演出 在疫情下 对纽约乃至全球民众 所发挥的巨大正面作用 新唐人电视纽约报道 全球跨国企业陆续撤出 俄罗斯二国媒体报道 麦当劳跟评估等59家外企 可能会被没收为无用 更多内容 下一个佳解新闻 带你了解 I-P-I-Air Purifier P-I-Air Purifier 欢迎回来 全球多国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并实施制裁 国际企业也纷纷响应 麦当劳 可口可乐 和百事可乐等品牌 是暂时退出俄罗斯市场 而日本服饰品牌 UNIQLO也在周四宣布 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外媒报道俄国政府 拟定反制计划 将这些撤出的企业资产 收归国有 那么就传出了 麦当劳跟苹果等59间企业 都被列入名单中 UNIQLO母公司讯销集团 宣布将暂停在俄罗斯 48间分店的业务 UNIQLO各分店出现 抢买热潮 一间UNIQLO内 两层楼都出现结账人龙 我非常好感谢 我非常好感谢 现在在俄罗斯 中央主任 总部门 因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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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没有人 都很悦 我认为 人都在买 都在买 都在买 我认为 我认为 再次回到品牌 很殘忍在美國有這麼多的品牌 也很殘忍在很多人工作 這件事當然很悲傷 我非常期待 這次的品牌會變得更好 有網友分享 在俄羅斯的友人購買了 大量的麥當勞漢堡 塞滿整個冰箱的照片 還有民眾將買下後的麥當勞套餐 上網販售金額高達兩百九十歐元 麥當勞週二宣布暫時關閉 在俄羅斯所有餐廳門市 大型咖啡連鎖店星巴克也宣布 暫停俄羅斯當地的所有餐廳營運 美國飲料大廠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 也相繼宣布停止俄羅斯市場的飲料銷售 美國多家食品企業皆宣布暫停 退出俄羅斯市場 外媒報導 俄國政府擬定反制計畫 將這些撤出的外企資產 收歸國有 傳出麥當勞蘋果等五十九家企業 都被列入名單中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瑋 張元亭綜合報導 鏡頭轉回臺灣 臺灣今年底即將舉行九合一選舉 外界推測臺北市長選擇 綠營將推派衛福部長陳時中 或是前副總統陳建仁 藍營則會推派蔣萬安 而民眾黨將讓現任臺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出來挑戰 而針對民調顯示黃珊珊 如果以五黨籍參選 會比以民眾黨身份參選獲得更高支持度 媒體詢問黃珊珊怎麼看 好 各陣營將推派十一出來選臺北市長 是近期政壇熱議焦點 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週四的防疫記者會上 裡被問起綠營傳出風聲 讓陳建仁選臺北市長 並由陳時中選桃園市長 是最佳組合 對此陳時中僅表示了 這些由想像跟建議 目前疫情跟政務為重 為真相護航 為沉默發聲 也為烏克蘭民眾祈福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